歡迎回來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大家應該都有感受到 比之前更冷了 因為是受到東北季風 跟華南雲雨區的影響 而從雷達回播圖來看 水氣是集中在中部地區 不過今天全台各地 也都會出現降雨 而氣象局也針對 基隆北海岸跟雙北桃竹苗 等西半部的地區 發布了大雨特曝 大家要特別留意了 再來看是全台各地的溫度方面 中北部的氣溫比較冷 大約是在18度左右 而且早晚溫差比較大 另外南部地區是18到29度 東部是16到26度 再來看的是氣象小丁寧 東北風偏強 平均風力可達6級 而雷雨區最大震雨是9級 船隻要注意了 另外純雷響全台灣轉涼 也要請大家記得要天衣保暖 而雨勢是大多集中在於中北部 所以也要注意大雨特曝了 還是老話一句喔 就是要記得攜帶雨具 並且天氣轉涼了要多穿衣服了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體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